小儿郎 比较一动一击 比较是高脑还是圆的 中文心怀左脚还是右脚 如果你觉得你的朋友呆呆的 打击玩久了会拉低你的智商 赶紧把这些科学家公认算炼大脑的方法放给他 真的可以变聪明哦 研究表明每天听10分钟莫扎特的钢琴曲 P448智商会提高8到9个百分点 空间推理能力和记忆力也会提高 纯净明亮的曲子能激发大脑的认知水平 这种现象叫莫扎特效应 还可以看字说颜色 不说出这些字念什么 速度要快 黄色蓝色白色 早晚各一遍 不仅能预防老年痴呆 还能让你的大脑更加灵活 运动加高强度脑力工作 也可以提高智商 经过有氧运动后 大脑会找出新的神情源 但它们需要持续的高强度的脑力劳动 才能被激发 啊 怪不得在学校保安部 总会做数学题 这些方法都可以帮你激活大脑 你为什么不点赞 大拇指的长度和彼此一样 两个拳头褥长 等于脖子褥长 你的身高的戏格 矫长你的矫长 很小皮皮腰长 你的身材比猎人是五分多 我不信 脚跟到臀部的距离是腿长 臀部到肩膀的距离是伸长 腿长前伸长得与你的比例 我就算是误干 也是九头身 我二冠就知道了 双手掌头通过 塞着同时 手掌铁和自己两栽的轮廓 从指尖的位置就能看出 就能算出 你自己是几头身 都是一米多的人 身高不重要 比例才重要 你为什么不点赞 你别过来 我还没到时间呢 给你的时间够多了 把作业交出来吧 马上干绝了 作业没钱怎么办 谢谢我 谢谢我 不解 我有十倍速完成作业的方法 第一步 五分钟预习法 选作业慢 是因为对知识不熟悉 早起先拿课本通度五分钟 可以提高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效率 第二步 四色复习法 先浏览一遍作业 拿出四种颜色的笔 左翼色写课程大方 蓝色写需要记忆的公式定理 绿色来写章节相关联的其他知识点 红色写不理解的问题 倒计是八小时 还有六本作业 第三步 听歌学习法 美国学者研究发现 歌词的风格和节奏感 能够大幅度影响写作业的速度 语文作业厅 签丝系 数学作业厅 数字人声 英语作业厅 寂静之声 化学作业厅 化学反应 生物作业厅达尔文 物理作业厅清花词 地理作业厅大中国 历史作业厅爱在西元前 快开学了 不信赶紧试试吧 你为什么不点赞